他每天都会把上好的白酒 从城外撒到城内 而且要悄悄的撒 不能被人发现 酒线也必须连着 不能断 一直撒到家门口才算大功告成 而半个月后 小镇上发生了一件惊天怪事 一夜之间全镇十几口人 神秘之中 而更邪性的是 警方没有发现任何打斗的痕迹 甚至连溜门撬索的痕迹都没有发现 家属们把警局围了个损泻不通 局长老臣急得不行 因为县太爷的女婿也丢了 他马上找来打耕人小沈协助调查 对方很机灵啊 很快就从报案记录上发现了猪尸马迹 失踪的人当晚都在各大酒楼吃过酒 老臣马上说对对对 县长的姑爷当晚也在酒楼喝酒 他还去打了招呼 而他们敬酒的渠道 在邻家镇只有一家 那就是曹家 老臣马上冲到曹老板的家里 让他教人 曹老板大喊冤枉 说自己是做生意的 他要是往自己家的酒里下毒 那不是自毁前途吗 小沈让老臣别着急 他问曹老板家里最近发生过什么怪事没有 曹老板一想 说半个月前自己的儿子突发疫病 恰巧当晚有一个行医问诊的道士 要借他们家避避雨 老道士自然而然就帮小沈爷做起了法事 这一座吓死个人 像直接烧成了两短三长 老道士马上说 你们家这是被人下了鲁班树了 而能下鲁班树的只有两种人 要么是无后 要么就是残疾 对方问老两口有没有得罪过这种人 老两口吓得不行 所以一年前 他们确实赶走了一个跛脚的泥瓦匠 管家还没给人家结工钱 诶 这就对上了 在老道士的指引下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鞋碎之物 是一只破鞋 老道士让他们把鞋子用油锅煎炸之后 埋在一棵幼稚树下面 孩子的异病就会好 临走时 老道士还给了曹老板一个骨包 让他浸泡在酒里 然后从城外一直赏到自己家里 最后再把桶里剩下的东西 一起倒进井里 说这叫招财树 能恢复被鲁搬树破掉的财运 他们朝家之所以能酿出好酒 全凭这口祖传的牢锦 而小沈亲知肚明 这所谓的招财树是掩人耳目的骗树 真正有问题的是那个福包 果然他们在打捞上福包之后 在里面发现了一张泰玄阳生符 这种符相传是古月奢士一脉才会用的符咒 据说这种符咒可以合魂炼破 让人起死回生 而老陈根据曹老板的描述 也查到了重要线索 那个老道士不姓姜 而是姓说 之前一直在凌云村养骨为一 为女儿治病 但到了民国二年 内务府将古术定为巫术 村民们检举揭发 被警方关了半年 从此后就杳无音讯 至于对方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就不得而知了 既然有了重大发现 他们马上赶往凌云村老道士的家里 但家里除下满屋的福祉 没发现半个人影 手下也说村里都找遍了 没有发现老道士 但是在后山发现了一个新利的坟头 里面埋的正是对方的女儿 他们马上挖出棺木 打开一看 里面竟是个稻草人 对方果然有猫腻 但线索也就此中断 面对大家伙急切的心情 小沈也是无可奈何 老陈更是被县太爷 骂了个狗穴领头 他马上找小沈商量对策 但这家伙却不知所踪 原来小沈躲到了师父的盆前 要是师父在就好了 好在师叔殷姑找到了他 原来殷姑自小 便和他的师父青梅竹马 但打耕人必须是传扬之身 于是两人有缘无分 鹰姑大道苦水 说你嘎了之后 就留下个破庙和八方镇 连一封信都没给他寄过 现在有难了 你也帮不上忙 但这却点醒了小沈 他马上利用八方镇 锁定了老道士的方位 果然他们在小镇东南的一个破冠 找到了对方 而老道士正是古月奢侈一脉的传人 他先是假接避语 给小少爷下骨 然后又医好对方 为了救活女儿 他又利用曹老板 给正常的村民下骨 想靠着邪术让女儿起死活生 而他给别人下骨 又何尝不是再给自己下骨 骨入人体则意 入人心则磨 老道士已经走火入魔 最终小沈破了他的邪门外道 众人被救 而人死灯灭 更骨不变 老道士带着自己的执念 去了另一个世界